习胖过几天就要来了 那么一直有一个声音认为他真的会来 因为大家对他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他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时间节点放一个烟雾弹 他完全有可能不来 但是我们看到小粉红在组织迎接他们的国家元首 而反对这个独裁政权的 大家都在忙着进行筹备 对他在旧金山参加IPAC会议进行抗议 当然肯定是场外抗议 那么作为美国这样的国家 邀请一个独裁者访问 是因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白宫说的很明白 这叫危机管控 即便他是独裁者 我们还是要跟他保持沟通 是吧 防止误判 防止出现一些更加恶劣的问题 那么觉得习胖一定会来的人 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念头 就是他其实是在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 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在中国很挣钱 工资增加了 然后到处都是市场 往往这些人 他们得到的信息也不完全是错误的 但中国整个经济层面 到底是怎么样呢 是吧 我们如果用数据说话的话 那么 包括江浙 是吧 都有很多企业 在提前通知大家放假 而且这种比例越来越高 原来是单个的企业 仅限于珠三角 有一些企业会这样做 提前两三个月 就放春节的廉价 就非常可怕的一个事 那么放假停产 是吧 大多数企业呢 表面工作还是要做 即便是私营企业 他们也发放正常工资的五成 就发一半 就不是说完全无薪 他不像美国这个 如果说涉及到这个债务上限 是吧 两党达不成协议 那么除了军工教 必须要坚持这个开门的 其他联邦政府的雇员 放的是无薪假 他们这个放的是 有一点这个工资的 是吧 至少有一半 看起来 这个这个还挺不错 但这种情况 比前两年 其实要多了很多 不再是一两个城市 不再是涉及到台资 涉及到一些 用工比较多的企业 设计上很多小企业 也扛不住风险 也开始这样干了 那么现在库存物质过多 订单减少 是人们看到最直接的现象 在美国也出现 在美国也出现 在美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来自中国的产品 在美国的库存也非常多 甚至有一些抛售 那就进入超市太慢 干脆就租一个仓库 中国和中国很多人 都在抱类似的链头 我们应该知道 包括习胖这次来美国 中方的商会接待 和美方商会接待 都有晚宴 中方卖出来的这个席位 每一个席位的这个票价 低的是2000美元一位 高的甚至 我们看今天好像的报道是 24000美元一个席位 就是跟习胖能在一个晚宴上 能够这个比较接近他 这个价格性的非常高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企业 都是围绕着中国市场的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些人迫切的心态 那么来自华尔街的报道 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 是吧 外国企业已经连续六个月 季度 还不是六个月 连续六个季度 连续一年半 从中国撤走 利润总额已经达到了1600亿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只有亚洲转达的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利率差 其实大家还是不放心 那么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 人其实不傻 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钱 那么纽约时报的报道是 中国经济的增长 不能再靠房地产和地方债推动了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 但是前两天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个提法 就是关于这个 克强指数 是吧 李克强在辽宁当政的时候 把经济指数 细分到 火车的货运量 以发放的贷款总额 用电量 如果从这几个指标上来考核 中国经济是在增长 还是在降低 其实大家都知道 观察中国经济最为全面的 我们知道 其实也是最为及时的 其实是日本 而日本在日美通报 涉及到中国一些情报的过程中 这些都是向美国政府通报的 美国政府并不是不了解 美方的这些政客 现在所做出来的姿态 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 美国对期待与中国继续保持交往 在经济上 能够进入稳定状态 抱这种想法的政客 实际上并不少 中国就更多了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 大家都在死中求活 从08年开始 中美两国之间 走出了蜜月期 直接走到了撕开脸的地步 那么现在有缓和的迹象 我相信 愿意 这种 达成这种缓和的人 实际上并不少 而美国自身的经济 也希望 世界不要进入 更混乱的状态 对美国而言 目前的状态 其实已经很难管控了 比如说 美国的债务上限 越来越高 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 对当政的民主党 谴责的力度 越来越大 美国从2017年开始 两党 以及他们的这些 拥护者们 观点就极端对立起来了 这种持续到今年 至少已经六年了 而且看样子 明年 还会有更大力度的对抗 因为2024的总统选举 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 现有的环境下 人们关注中国经济 是因为 它像一个砝码一样 它对世界经济的走向 有拉动的作用 或者说 它会拖累 全球经济的复苏 而在今年 我们看到的 在全球各个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出现的 这种经济衰退 即便你不愿意关注它 但事实上 你能感觉到 通胀的压力 那么有更便宜的货物输入 有不违反游戏规则的玩家 持续的 继续下去 而且美方 而且美方以及自己的盟国在不断的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们还是希望 希望继续能够把游戏玩下去 哪怕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 也是大家所乐意的 但中国内部的经济 已经到了一个恶化的极点了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数据 外方投资者对他们的信心 都已经到了一个谷底 订单的减少 不是暂时的 如果说中美之间持续这样下去 来自西方的投资者 将逐渐会收拢自己的脚步 对华投资 实现断崖式的下跌 甚至断流都不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人们在关注中国经济 真实数据的过程中 不仅有担忧 甚至很多人还有一点期待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 再也经不起大的冲击了 所以人们对这次IPAC会议的关注度 从普京不敢出席 李家超被IPAC峰会的组织者拒绝加入 这些热点其实一晃就过去了 更注重的还是西方的来访 他能不能来 来了以后能不能打正一些结果 其实大家的关注 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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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